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廖小軍 歡迎鎖定今天12月7號 在星期二晚上7點55分 為你播出新唐文加油 新唐文加油的節目到現在 已經有十多年的時間了 身為節目主持人 我是廖小軍 今天收到了言寬恆的律師函 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 本於專業 本於不斷的查證 本於歡迎嚴家 不管這是嚴清彪 不管是嚴歡恆 都還是歡迎上節目來做說明 這個立場到現在 我們沒有任何的改變 我們也知道說 嚴家有非常龐大的律師團 我們給予尊重 畫面當中所看到 正是在昨天我所收到了律師函 不過呢 儘管嚴家有龐大的律師團 我們給予尊重 不過今天我們還是有很多內容 要向全國的觀眾朋友說明跟報告 嚴歡恆如果是本於公義 本於是法律 應該要勇於去陳述 今天我們要看的是招待所的違建的部分開拆了 嚴歡恆今天是座上的卡拉基 他敲第一塊磚 他說持有公保地才是一個受害者 孰令自知 六十七筆的土地 你們家住那麼多 為欺騎 為殺戮 大家都幫你算 算你們家住有幾斤 有幾斑 是不是算你們家住的律師 都總有幾斤 為什麼六十七百的土地 住那麼多 什麼房子要蓋 你怎麼蓋在公共設施保留地 為什麼呢 如果明知道違法 為什麼還是要違法呢 心中無法嗎 你今天坐去卡拉基 我們知道說要擔任怪手 是要有執照 不知道有沒有執照 如果沒有執照可以操作嗎 來我們稍後還原這個大現場 因為違法就應該拆 怎麼今天七分鐘的聲明裡頭 炮聲隆隆 等一下 列野官員沒有聽 這裡頭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他說我現在公有保有地 我是一個地主 我還是一個受害者 另外今天中午榮麗是獨家追蹤報導 昨天中午榮麗是告訴我們 原來在臺中大甲 在這個鎮南宮附近 有第六家的電子遊樂場 跟炎家也有密切的關係 和你剛剛好 第一間 第二間 第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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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富士林不是你的造立 也就是你的公司 還是太太公司的監察人 這到底 炎家跟這些電子遊樂場 你們的距離是什麼 又有第六間 蘇智芬立法院長點 歡迎說大甲電廠的工程 固定給炎家有10% 但是炎寬很痛哄 他說呢 這如同是說故事一樣 他是完全指控 這是一個不實說明 控告的是蘇智芬 但是周五榮律師 今天獨家驚爆 2020年在台中的火力發電廠 標案裡頭 得標公司第一名是機械廠 二三名呢 都是前黑派議長的 兩個兒子擔任董事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呢 那從105號碼頭 包括最近在清泉岡機場相關的一個腹地裡頭 被認為好像同樣有利用立委的質詢的職責裡頭 可能圖利自己的家族事業 我們稍後還原一下有沒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這裡頭有沒有違法 因為看起來沒有收賄 可是圖利的利益更龐大嗎 另外就拐是說新興媒體 今天剛剛我們要向觀眾朋友介紹 今天博偉來到我們現場 包括一錦龍大哥 包括校長李淑梁校長 我們大家介紹十一月二十二號 有一個新興媒體 林傳媒 突然之間他剛好上市了 那開始去運作 他發佈了報導非常多 那麼顏清彪家族事業的版圖 怪的是什麼 當白天的時候 阿波四點四十四婚 遭到駭客的攻擊 結果他網路所有的報道 通通被刪光光了 他向警方報案 什麼樣的駭客會攻擊媒體 到底這是一個什麼樣情形呢 趙宇斯老師也要對我們解構的是 我們說顏寬恆一次開了五間遊艺場的新聞 突然之間也被下架了 網路就說 我們來協群記者協群小編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這背後有什麼特殊事例嗎 難道媒體也被染指嗎 來邀請這幾位來賓呢 首先為了介紹在我們現場當中 前臺中追分國小的校長 也是在二零零八二零一二兩度對決 當時尋求立委參選的 顏清彪 李順良你校長 來到我們現場校長晚安 小金晚安 觀眾朋友阿曼 好 另外這個角色非常重要 林靜宇林靜宇也在說 你土地那麼多 房子那麼多 你為什麼要在公共收拾保留地 在蓋房呢 又是違法的 林靜宇俊選總部的總幹事陳柏惟 來到我們現場 Thank you 晚安 大家好 三兄 以及大甲鎮南宮的信徒代表 易錦濃 易大哥 小薰姐各位觀眾 大家晚安 兩岸政策協議員 就贏趙醫生老師 小薰好 大家晚安 國民黨在一二一八到零一零九 呃這兩個 一個是補選 一個是公投 他們的戰略到底是什麼 前陸軍少教易北成 帶來權威分析 小薰好 大家好 好知名律師 周慰榮 周律師 小薰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Kitty Clucky 敲下第一專 他是 顏寬恆 蓮寬恆抵達違建招待所 戴工地帽 坐上拆除機具 敲下第一塊磚 敲打象徵性的牆 露出被包覆的鋼筋 也代表南屯區 嚴格招待所 從11月29號勘查 發出違章建築 認定書 經過一個星期後 正式動工拆除 拆除機具 小貨車進到庭院內 預計要拆除 主建築物兩側增建 鄰近大同九街的小建物 一共三處為建 不包含綠花樹木地磚 嚴寬恆自己說 依法行政卻又表示 應該聚焦在中央選區 補選而不是 這種超家滅族的事 但所有公保地的地主 都面臨到 只能興建臨時建物 不能興建正常建物 是受害者 換成了寬恆 卻變成寬恆強佔土地 卻成了寬恆強佔兒童樂園 嚴格南屯區 封樹裡的招待所 拆除違章建築 嚴寬恆卻扯到其他公保地 族受迫害的議題 讓人摸不著頭緒 不過他一到場就操作機具 也讓對手林建宜質疑 他是否持有專業執照 光是他的財產申報了 財產就六十幾筆 那他還要一個公保地 那他依法取得公保地 我們都沒話講 可是他依法取得公保地之後 現在已經很確認 他在上面蓋了違建 這樣子有哪裡對他操家滅族 他是沒有那塊公保地 就沒地方住嗎 而且再一次強調 大家也說是依法行政 他也說是依法行政 在公保地上面蓋了一件 是明確的事證吧 是明確的違法吧 那明明就做了違法的事情 該猜就猜他自己也說了 這樣子到底哪裡委屈 開中機械要有相關的執照 第二個事情 我相信去承包這一個 拆除案的業者的工作人員 名冊裡面 應該沒有嚴寬恆先生 承包廠商可能會有違法之餘 對此嚴寬恆團隊表示 嚴寬恆沒有執照 當下是工作人員發動機器 上去做一個十一動作 並非操作機具 好看一下 這是昨天晚上 我收到律師函 寄到了公司 舊中路一段一百五十九號八樓 我們看到授聞者 正是廖小軍女士 來自帶嚴寬恆先生 函告臺端如說明欄 所示事項請查照說明 那這個是來自於張芳韻律師 還有張芳俊律師 沒有看到嚴寬恆的任何的大小章 通通都沒有 那他這個來自於原譽 法律事務所的律師函 第一個本函細受當事人 嚴寬恆先生委任辦理 資據嚴寬恆先生 所委任陳述略語 廖小軍女士在民國一百一十年十一月間 於政論節目上以不實言論指責本人 致本人名譽受損 甚以莫須有之事實抹黑本人意圖影響操作 這一次台中第二選區立委補選結果 本人以蒐集證據向地檢署提告 OK 那我請教是這個周律師 這段時間本於事實跟查證 我相信我們不斷地要求當事人 你們最好可以說明 其實說面對於整個節目製作來講 也是我們需要的 那請問一下 對於這樣律師函 那身為媒體身為主持人該怎麼做 OK 我看到這個律師函 我職業這麼多年發過的律師函也不少 我看到這個律師函我只覺得 這個不太像律師函 這個比較像那個那個波七 人家在要錢的時候 在門口波七說欠債還錢 那個那個意思 為什麼整個律師函裡面 都只是形容詞 什麼十一月間 什麼不實 什麼莫須有 什麼意圖 都是形容詞 律師函有什麼功能 律師函的功能是在第一個 發生法律效果 例如我要跟你解除契約 我就必須發律師函給你 我要跟你終止任何的協定 我也要發律師函給你 才會發生法律上的效力 另外一個就是 我要通知你做了什麼事情 你不要再繼續犯了 那你要具體指明啊 你哪一天說了什麼話 哪個事件是怎麼樣 你沒有依據 你不能再說了 那你如果未來 如果再說這件事情 那可能就變成犯罪後態度不好 讓法院斟酌的時候 就會變成說法院認定你 犯後態度不好 那你現在發一個什麼都不知道 時間十一月間 然後呢 不實 莫須有的事實 那你要當 要叫收到的人去怎麼樣 去知道說他該怎麼反應呢 難道你叫叫這個節目不要做了嗎 未來都不要做了 你說什麼話都是莫須有 說什麼都是 都是不實 那不可能嘛 所以我跟你講 我也要跟這個同道的後輩說明一下 很多時候 不要以為發了律師喊就沒有責任 或者提起告訴會沒有責任 有時候律師 你幫忙提告 也會變成誣告的被告 這個您可能要注意 是 來我請教柏惟 目前為止你有收到嗎 或者是在你打二零二零這場大選裡頭 跟他的交手有收到類似的狀況嗎 目前為止嚴寬可能嚴加這個戰法 來你觀察什麼 還沒有收到 可能我比較小咖 不過律師喊恐嚇居多啦 嚇嚇你 一般不知道的就可能會擔心 或者是透過收到律師喊的人 那在傳播的過程 其實他們才想要讓人家經若寒慘 他們才想要封人家的口 你如果真的覺得這些發言有問題 大可自己出來澄清 沒看過闖紅燈這麼大聲的 沒看過拆違建 還需要開記者會的 沒看過這個把警察的單子拿來 自己寫的 那他現在今天拆違建的動作 就好像闖紅燈之後 然後拿警察的單子來自己開 還開個記者會 換上警察的制服 沒看過闖紅燈這麼不要臉的 違法就是違法 拿那麼多廢話理由 今天假設在臺北 有一個木柵動物園 然後各個地方已經規劃好 這邊要養大象 這邊要養長頸鹿 只是還沒有把它蓋成動物園而已 某個家裡有立委 也有議員的家族 跑去把原本其中一塊 可能是契額區就把它買起來 他明明知道那邊會變動物園 你還硬要買 買了之後 在契額區種冬瓜 然後怪臺北市市政府沒有把這個 我的地 我的冬瓜地趕快把它買成這個契額區 那一方面在這樣子做的時候 那個動物園開始開發都市計畫 重劃之後 他又要求市政府在旁邊用一個什麼野豬區 又用一個什麼黑熊區 問題是你自己要買在動物園的預定地的 你自己要買在公園預定地的 然後你也知道當時因為這樣子買 所以比較便宜 大家也知道公共設施保留地 他就是未來要拿來做公園的 拿來做動物園的 你硬要買 買一買之後說 我們公保地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我生的眼睛發眼睛沒有看過 賺一億多的受害者 他因為這樣子的兩千萬購入 然後現在是要徵收回來之後 要花一億五千萬 你賺一億多 你是受害者 你是在你敢說我就不敢聽 那拜託一下 可不可以讓我受害一下 所以這是嚴寬恆地標 這是他個人 還不含他的哥哥 姐姐 爸爸 媽媽 然後同父異母等等的 這是他們這個嚴寬恆 個人在全臺中 你看到的紅點像麻疹一樣的土地標的 這個我們常在笑說 如果有一天司機開車 載他回家的時候說 啊 老闆不小心踩過頭 沒關係 再走 我頭前再一間房子 就他都不用擔心沒有地方睡 但問題是他這個行為是什麼 這個叫抽 買彩券 他每一個地方 他都是有設定過 這個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這邊跟清泉鋼有關 那邊可能是未來會開發 這邊會重劃 嚴寬恆發家致富的方式 就是靠土地 然後他又不願意解釋財產來源 他的行為 就像每一次 你可以想像 都市計畫這個檢討的時候 市政府開會 今天要用哪一塊地 就好 他們家的人就好像那個平常 禮拜二 禮拜四坐在電視機前面 然後等大樂透開獎 開出來 接下來我們要公佈的事 公保地這個徵收 然後他們就全家抱在一起 耶 兩千萬變一億五千萬 他們每一塊土地的變更 都像一次樂透彩的頭獎 更可怕的事情 他出來選 就是他從賭客變莊家 自己決定開獎的號碼 哇塞 這樣子還讓他有公權力 你不會嚇死 所以這種高成 這個高成本 一張彩券兩千萬 抽到變一億五千萬 這種玩法 只有他們家玩得起 更可怕的是 他這一次選舉的過程 在這次中二的中二地區的補選 就是一個賭客要變莊家的過程 如果讓他選上 他自己決定要開哪一個號碼 開哪一塊土地的時候 到時候那個裡面的彩金 就是你我的納稅錢 賭客變莊家 那當地的居民 不可能是笨蛋啊 尤其在今天 要去成為他這個違建拆的 第一專的當事人的時候 那我請教趙醫師老師 我看到他的臉書 他是這麼講的 看起來應該是說 透過他七分鐘的聲明 看起來他今天是照本宣科 應該有一個聲明裡頭 他說家族位於這個南屯的 公保地上的招待所 違建爭議 延燒多日之後呢 今天拆除了 他說這個代表 顏寬恆依法做事 該做就做 該拆就拆 即使是地理的房子 有違法 我絕對不手軟 依法辦理 但是他要表達什麼 持有公保地的地主 才是受害者 因為無法在自己的土地上 蓋自己的房子 顏寬恆說 我將公保地的違建呢 拆下 他卻凸顯了一個問題 他只能夠興建 臨時建築物 不能夠興建 正常的建築物 所有公保地的地主 都是受害者 他說只能夠興建 臨時的建築物 這是民進黨認同的 受到權力 侵害 違反憲法的受害者 正是監察院到民進黨 政策都一致認同的事情 但是今天換成了 顏寬恆卻變成了強佔土地 強佔兒童樂園 所以今天回歸到公保地本質的問題 本來應該是政府侵害人民權益 石油 公保地的是受害者 到了寬恆就變成是買到什麼 風水保地 所以他要鄭重澄清 所有的公保地本來就是民間私人土地 本來就是民間用地 是政府過去錯誤的都市規劃 將它化為公保地 來 這個就是他今天七分鐘的一個聲明 來 趙醫師老師怎麼看 因為只是說土地那麼多 為什麼非蓋在公共設施保留地 還是兒童設施保留地 你現在公我是一個受害者 來 趙醫師老師怎麼看 凡是要講道理 我問一下顏寬恆先生 如果不是罷免陳柏惟 有你的角色跟斧鑿 如果不是你積極投入中二選區的 補選 宣稱這是我們家的土地 這是我的選區 如果不是媒體發揮監督的角色 把你們家在中二選區的事業版圖 一一揭發 甚至有違法的部分 與踏法討論 你今天會主動猜嗎 你為什麼要猜 你在道理上就已經矮了一截 你為什麼猜 因為社會觀感不好 你也知道這個叫違法嘛 已經到了不猜不足語 阻擋民怨的時候 你才做這樣的動作嘛 所以是非是有取質的 第二點 我對他的臉書發文的內容 非常非常不以為然 顯然他又要把所有問題 牽扯到國家機器 然後呢 他變成是自己儼然變成什麼 全國全台灣公保地受害人的代理人 我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呢 顏寬恨 你不要把兩者之間呢 混為一談 我們先問 一般人會去買公保地嗎 不會 還有呢 你本本就不是這塊公保地的原始持有人嘛 你是跟持有人買這個公保地的 一般人持有公保地呢 他內心啊 一定要戰戰兢兢 該把他作為呢 臨時的建案 他可能想 我蓋上去的有些被徵收的話 我血本無歸 我持有他 不知道持有到什麼時候 就只有你 你們家 把公保地本來兒童公園御用地 把它長高長胖 規劃成什麼 豪宅跟招待所 你哪裡受害了 第三個是什麼呢 公保地持有25年 還能夠呢 跟政府換地 你一點都不吃虧 我不知道你哪裡受害 接下來最有趣的部分是呢 你今天開的怪手 去做這一場新聞秀 你知道當地的朋友 是怎麼告訴我的嗎 我真的覺得 你話虎不成反類犬 當地惡選區 還有殺戮的朋友告訴我 這個東西的觀感更糟 你是不是想要暗示民視 告訴大家 我家的土地只有我能拆啦 過去呢 誰都奈我家為沒有辦法嘛 所以呢 現階段呢 公權力算什麼 那是我的土地 那是我的蠶 那是我的蠶 所以呢 只有我能猜 這是第三點 結論是什麼 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啊 今天大標發現 他開那個怪手 他沒執照 結果呢 台中市政府居然幫他緩夾 緩夾什麼 說 其實沒有執照 為什麼開怪手要執照 因為他操作有點麻煩 他有很多的環節 萬一不小心操作不當 就變成公安事故嘛 所以呢 他跟開插重車 跟開一般私家車不一樣 台中市民說 相關的法規呢 只急於雇員 不急於呢 老闆 如果這種說法可以成立的話 問大家哦 今天呢 某計程車出租公司的老闆 把他們家的計程車 因為開計程車 一定要職業執照吧 但他沒有職業執照 被警察領檢 結果他可以這樣回答嗎 說對不起哦 我不是員工 我是老闆 所以呢 我沒有罰則 台中市政府 連這樣的事情 第一時間 你應該直接寄出開罰單嘛 這叫違規駕駛嘛 連遇到這樣的事情 公權力都消失了 嚴寬恆 你仔細想想 整個公保地 你有什麼資格告訴大家 你是受害人 你在這土地上 使用經營 所獲得的 有形跟無形的利益 你怎麼不告訴大家呢 來這個易大哥 怎麼樣看呢 他覺得他是受害者 他可能忘了 他有個妹妹 在台中市議會當副議長 他覺得他是受害者 他應該督促他的妹妹 趕快Push 台中市的督發局 快徵收不是嗎 這樣的一個論述 來易大哥怎麼看呢 包括你知道後半段 他今天的聲明 聲明還講 他說就是因為你們把他化為 這個公保地 讓他的使用權限縮減 他說請問一下曾幾何時 只看到民進黨在整場選舉當中 不斷地攻擊 造謠跟抹黑 對於中二選區在地的人民 海線的鄉親的需求啦 需要啦 不聞不問 隻字未提 花費所有的心思 不是攻擊嚴寬恨 可能就是攻擊盧秀燕 這個是糟蹋 這片土地的人民 希望中二選區的海線鄉親的選民 好好冷靜思考 到底這場選舉 是要選出什麼候選人 今天聲明的後半段是強調這個部分 來 易大哥怎麼看 好 今天我有騎到一家 來到電視台 這四人頭一次 我感謝兩人 一個春寶的叫霸面 一個人家一樣霸面 你現在算我就說你原本 你人家一樣霸面 我就直接說話 大家把你檢視 你一百 雨冷有碼頭 你用你的管理 去變成民營的 你如果去表達 再四個用威標 四家公司 再交叉持股 你們就把政府這個案 接下來 你們欠春寶勝峰的錢 你們不信任 你們都要 煩惡 將 減掉的 給人家 不敢 自己進入 進入 要做 法律程序 自己做不電交 讓人沒辦法表 你又少少表等 電動也沒辦法說 大家 你財務不公佈 你二十二年 你怎麼要進行 你完全都沒有解釋 到這時候 你也報為所動 你剛才只聽這間店 你聽這間店 這大家真清楚 真清楚 你就是為了報劉秀雲要練臨 不然你會聽嗎 我給你報政絕對不聽 絕對不聽 很多 北京節目來賓 翁雅七月說他不聽 其實他的判斷也是這樣 其實是來自於 劉秀雲的壓力 不認 完全不聽 我又直接要說 今天給你檢視 你完全不出來飛行 不但不處理 又不出來飛行 你只選敵 打誤決戰 王那張歷史館要跟他賣口 你好大 嚴家你好大 我們好怕 我看是沒有人會怕你 這次有學戰你在做的 你在做的 你在做的 這樣你頂著 沒辦法在做中立區 整個人在看你感覺 你變這種把戲 你們就不想改變 你們就不想改變 中阿七的選民就不會接受你 你一開始也還用那個 要按工務 你一個人要託證人 不可能 你如果不改變一開始 我又中學一句 我是做好人 說你人家要改變 拿出電影中開始 你開始你不聽我的話 越不越大 那時候人家拿出就好了 實際上也打不下去了 人家的事情 黑歷史 也沒有人等這麼多 我才會跟你講 反正不會跟你講 所以說 你們好好的去時刻 你不要再拿這個作秀 先說你是受害者 你不要找死的 你什麼受害者 對不對 不可以說的 他也要做這個受害者 看看 怎麼沒有輪到他 你看到你們的 你們把你的管理 一直摸一摸 十三今天這麼多 每個都公務員 你們一人說 你們是政黨的生意 來跟他們說 說我就做一條 我就六歲紀錄 我整個王生意賺來 對 這就是你們 用你的立委 跟你們議員的這罐 只要你摸一摸 你們想要愛 補話說的 你們把人家撕下這個立委 不是當地區的人撕下這個立委 所以現在要選這個立委 來 我要去好定 蘇家點出這個問題 明知違法 明知有法 為什麼還違法 其實以這個兒童的設施 不管兒童樂園的用地 公保地 你在興建的過程裡頭 都叫做臨時興建場所 所以如果叫做臨時使用執照的話 請問一下 這個臨時使用執照 你用多久了 當初申請在這裡面裡頭 是200平方公尺 請問一下 你抽出了多少 明知有法 為什麼違法 那違法在先 現在拆了 告訴說 其實政府在這個公保地的 相關的法令裡頭 根本讓這個地主 這是一個受害者 今天到底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場面 來 郝靖 如果我們看他們家中 還是受害者 我看我們中二選區所有的選民 可能都要去挑臺灣海狗 他如果是受害者 所有的人 大概要去跳臺灣海峽了 大概沒有人可以活下來了 所以我對 我反映他的說法 跟他的作法 我一項一項來跟大家說 譬如說這個 他說他名譽受損 人家說CD死豬不怕 冤水烤 就不怕我現在一皮天啊 沒有人輸 你們說什麼 我都沒有回應 都跟我無關的 現在才裝可憐 所以我才說 他要做什麼 我做偽君子 有沒有 他老闆 這真小人 我們現在 由這個律師行來講 我就覺得說 這又在幹嘛 他對人家說的 媒體是用律師行 如果對選民的 是不是全叫兄弟 讓你大家怕 就是這樣而已 我們來想看看 你當時在十月二三進行 怎麼沒黑陳柏惟照搖 說人家沒有一塊好 現在人家跟你說 扛你的臘肉屁 剛才扛了一點而已 你就愛白教父 說我們好像受到 多嚴重的打擊 你也笑死人 你的嚴重打擊 要到很多 我告訴你 事實就是說 你用你的公保底來看 你是傷害者 我上面有說過 自來水公司用低價徵收 土地所有權人的土地 當事人情何以堪 你記得想看看 你們本身是得利者 你受害 如果現在徵收 你還要賺一萬 人家是這樣 去減幾千萬 所以你這 是很胡說八道 所以我覺得 現在他們這個人家 在做的一個臺灣教育 叫做反面教材 叫做負面教材 現在都在變這個負面教材 看起來好像很正確 但是我認為 他們在做的 事實就是我們一般人想不到 所以我感覺說 我們最怕的是什麼 將魔鬼當成神仙 將魔鬼當成英雄 這樣的認知 所以在我相信第二選區 因為十月二三的結構 所以說柏惟 對這個臺灣的這個政敵 對這個暗黑社會的這個貢獻 就是說因為已經檢視到貨嚴價 我們現在也開始 你將檢視到嚴價 你照搖 那陪你的當主席 我們現在才開始把你檢視而已 你就愛白教育 不然你會來 來節目 大家來論述 來講 你讓人想跟你玩 你不敢 你也有氣勢 你來嘛 不然也叫你的發言人 兩個發言人 不是嗎 現在兩個發言人 那個消失不見了 你也再說一下 讓大家噴嚏一下 是不是這樣 柏惟第一集規矽的臉書 你剛秀出這張圖 他前幾年臉書裡頭的標題叫 堅持正義耕耘 他說2020他在選立委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競選對手的宣傳車 想聽聽看他在說什麼 耳中傳來熟悉的旋律 有人出事就好命 我們是用命在打拼 我一聽之後 自己呼了一巴掌 會痛 不是在做夢 爸爸 什麼是社會安全網 我書讀的不多 但是爸爸都可以買給你 柏惟這個臉書說什麼 生媽祥換把壞 還沒有看過 把自家的地產連起來 可以建築社會安全網 就是這個圖 選账優秀的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土地有夠正義 社會有夠安全 違建有夠大器 銀行不用處理 好吃不是秘密 電動促進經濟 碼頭改善空氣 一家人就可以搞定 有夠正義 有夠堅持 有夠耕耘 這是博違有感而發 那問題是 來我請教的是周律師 公共設施保留地 奇怪呢 我記得 你對所有的觀眾朋友 包括在場來賓上了很多堂課 我印象當中 在台灣公共設施保留地的規定 只有更放寬 沒有更嚴格 他怎麼會說 他自己反而是一個受害者呢 周律師 嚴寬可能是我 這一輩子看過 做了壞事 還去 這麼大聲敢說 別人對他 施行不義的人 我實在是 聽到他的話 我真的是 我覺得 聽到你的話 我就覺得你在放屁 這個 都市計畫 民國幾年做的 你知道嗎 全寬衡 這民國幾年做的 你知道嗎 民國七十年做的 都市計畫 你什麼時候買的 看清楚 你什麼時候買的 你是民國一百零一年 五月一號你才買的 我們說公保地 然後被限制 這受害者 是指那些民國六十幾年 民國七十幾年 就被都市計畫給綁住的人 不是在說你這種人 絕對不是在說 你在一百零一年 五月二十一號買的人 買公保地有兩種目的 一種叫做什麼 容積轉換 一種叫做什麼 捐贈 抵稅 其實你可以把它捐出來 你把它捐出來 未來你家如果 有什麼稅 你還可以抵掉 你這個是最好的做法 而且對你的選情 最有幫助 那時候的徵收價格 不是這個價格 現在的徵收價格 是用當期的 就當期這時候的市價 來徵收 現在你已經賺那麼多了 你還在說你是被害者 那其實我也知道 你不是在看徵收價 為什麼 這個案子 這個地方 在民國九十四年的時候 就已經 台中市政府 對於這個地方 就已經變更了 他就已經要去徵收了 要去徵收 但是 一直都沒徵收 唯一 在南屯區 有五個兒童樂園地 全部都開發了 全部都徵收了 就他們家的地沒有徵收 而且已經公告說 都市計畫實施以後 五年內必須徵收 但是為什麼就你們家的地 沒有開發 沒有徵收 因為他圖的不是徵收款的 現在已經不 他不看這個 一億的小錢了 他要看的是解編 什麼叫解編呢 就是 公共設施保留地 不再有限制 放寬了 回歸到住財區 商業區 那可能會有所回饋 要回饋一點給政府 但是那個倍數 不是五倍十倍在真的 是要看現在的價格 所以他不看那個徵收價 他要看解除限制以後 未來的那個價格 那解編要看中央的法令 去修改了 解編要營建署 營建署 要營就合可 所以他必須要到中央來 所以中央要有人 所以為什麼選立委 還是有這個好處 可以關心一下 對 我跟你講 那個小君姐 我上他們節目 說錯一個數字 都要盯著我去更正 是 你說人家會誣蔽 會指責你 致死 連你貸款 之前那個 那個市為中路的貸款 八千萬多萬 你要說說錯了 看錯了 對 馬上我要更正 是 人家會指責你不實嗎 我說錯話 馬上跟你說對不起 你說你發這種律師函 我真的是不講講 那繼續講 為什麼我說 那個人 他根本不圖那個 這個我覺得 胡志強也有很大的問題 胡志強在 在他任內 竟然沒有編譽算 去把它給 徵收掉 我覺得他 未來如果 這細查 他 會是很大的問題 這是 台中市 南屯區 豐樹里的 都市計畫 這飯球 這個招待所所在地 在豐樹里 對 就在這裡 招待所所在地就在這裡 你看就在這裡 看這個圖 我終於知道你家在 你的招待所在哪裡 在這裡 地面找不到 地面找不到 我最好認真在上 我實在是很辛苦 他這個叫做 這裡叫做 額128 額128 這裡有額127 額151 額12 都開發了 都是兒童用戶 就你這個額128 沒有開發 但是都市計畫已經設定 規定好了 五年內必須徵收 為什麼沒徵收 為什麼沒開發 在胡志祥那內 為什麼你敢買 94年 對 他已經公告說 這樣要徵收了 你到101年 你還敢買 那沒有徵收 你去買 然後你知道 你敢 敢知道說他不會徵收 為什麼 這裡面就是耐人尋味 對 那跟你說 什麼我們都有證據的 本計畫公告實施後 五年內完成 這是什麼 豐宿魯地區的通販檢討 兒童遊戲長128 這個是3933 雖然3933 因為他還有其他塊 加起來是3933 台中市政府要 市府要編列預算 本計畫實施五內 五年內要完成 這是民國幾年 94 94年 所以在99年內 應該要完成 對 你應該要完成 那為什麼你在民國 一百年你敢買 他至少 如果說這個公告實施 你去買的時候 你會覺得 五年內沒有 應該快要被徵收了 快要被徵收 你為什麼敢買 還敢買 為什麼你敢買 還有一點 你為什麼敢 花那麼多錢 你就蓋 招待 對啊 就要被拆了 徵收就要拆 我們的規定 法律規定是說 我只要一徵收 你就必須自行拆除全部 不是現在你拆除你違建的部分 我只要一徵收 你就要全部自行拆除 那你為什麼敢買 為什麼敢蓋 當時的西部計畫 已經這麼清楚了 你家的地就在這裡 而且已經說好了 就這樣子 為什麼你還敢這樣做 你還說你是受害者 那再來看 再來看 當時南屯區的 所有的兒童樂園的遊戲場 就跟你們家的不開玩 你看 126 127 151 152 這裡 開闢了 他開闢了有沒有 開闢了 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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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你們家128 未開闢 你不是很奇怪 很奇妙 你看 這叫做豐香公園 豐樹公園 那豐香公園在哪裡 在這裡 你們家的土地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是不是 在這裡 你現在在聽這裡 為什麼 你告訴我 我現在看不見 為什麼 為什麼 他都生收了 都開發 跟他這塊 沒有開發 是 你告訴我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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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問什麼 問台中市政府 一定是台中市政府 這裡面一定是台中市政府的問題 沒有人改 如果你要去徵收 編預算徵收 對 預算誰在 所以要去追 當時五年之內 一把要徵收 為什麼沒徵收 那其實 第一個要問的 你公告以後 其實未來 以後未來的市長 都應該去處理 但是預算是誰在編 議會在編 我議會不編這個預算 你就沒辦法徵收 那議會都有人 你怎麼怎麼怎麼徵收 審 審 議會審 這個什麼 議會什麼 議會是審 是不是編 對 然後 然後 今天 顏寬人說了一句 我真的 台中市政府 自己要編這個預算 讓台中市議會去審 台能人去審 台中市議會如果不審的話 他不通過的話 你還是沒裁工 沒有錯 對 然後今天他要說一句 什麼 什麼什麼 他是土地的受害者 其實政策早就改變 阿扁上台以後 公保地的規定 就已經開始在解編了 是 六都 你知道現在解編 預計解編多少嗎 袁光恒 你如果沒有這種知識 你就不要想進入國會 如果你不是想進入國會 我們也不會在這邊檢驗你 因為你進到國會 是要審查全國的事情 這叫全國的事情 現在台灣解編 這種公保地 公共設置保留地 台北 一定73公頃 新北市265公頃 桃園58公頃 台中很大 470公頃 台南一樣是500公頃 高雄35公頃 這些都在開始在慢慢在解編了 就這才是真正要團地漁民 或者是給他給讓他有重畫活化的工作 是 沒有人 這些 所以岩方人這塊地如果政府不徵收是有可能會解編 他就是地上物可以蓋你自己的自家住財 對 是沒有任何問題 是 這是商業使用搞不好也可以 對 是沒有錯 喔 解編以後 他有可能變成住宅區 有可能變成農業區還是維持農業區 是 那有時候有可能變成商業區 那可能蓋大樓賣房子嗎 也可以 他家那塊地就可以啦 也可以喔 不是 他家那塊地就可以 為什麼 他家那塊地如果解編 因為他家那塊地旁邊 現在招待所那塊地 對 那塊地如果解編 旁邊都是住宅區 那塊地如果解編 一定是住宅用地 那真的一步一步投資非常精準 對 所以其實他現在絕對不會虧 這個他絕對不是受害人 是 他覺得他投 他很精準的去投資了 他為什麼敢 因為他有權利 是 那為什麼他敢這樣做 他為什麼認定未來會可能 有可能會解編 因為他可能未來到中央去 到中央去他就有機會去 把他給處理掉 不然為什麼 剛剛我們看到了 是有總共有五個公園 兒童樂園用地 就只有他 四個都變成兒童樂園 對 就是你們家 又是招待所 對 這什麼都是有憑有據 這是得了便宜又賣乖嗎 而且看起來是這樣的泰式 易大哥來 便宜說這老百姓都不知道 不要叫便宜 對 對 對